女大学生赵紫宇 惯有精神分裂症 她总是被儿时的一个梦魇折磨 她与闺蜜齐雪儿相依相伴 心理学教授白淑和 一直在帮助她抵御心魔 某天夜里 一对青年男女 被一个黑衣女子弄婴口 就被另一名黑衣男子拖走 而这名黑衣男子正是白教授 当晚 两人的手脚被残忍地割开 放血而死 另一边 因意外车祸 导致双腿残疾的灵悟 一直暗恋着赵紫宇 但却没有勇气表白 她的姨妈江燕心 发现了她的心思 便找到了赵紫宇谈话 希望赵紫宇能够帮助林木 回归正常生活 很快 两个年轻人碰撞出生命的火花 却也意外揭开了 尘封多年的情爱密室 江燕心在与赵紫宇的聊天中得知 赵紫宇正在吃白教授的储藏药 她暗中偷走了一颗药丸 并查出药丸是有问题的 于是让林木想方设法将她的药丸换掉 而林木在与赵紫宇相约的地点见面后 趁其不备换掉了她的药丸 连环杀人案接踵而至 某天又出现了一起离奇的凶杀案 经过警方调查 发现死者的死法 与多年前一位名叫刘烟明的大学生的死法相同 警方开始怀疑杀人案可能与白教授有关 江燕心暗中联合警方 对白教授进行了一次催眠 江燕心下药并催眠了她 白教授说出了实情 原来年轻时的白教授一直暗恋着江燕心 承认自己杀害了江燕心的男友刘烟明 随后她就被警方以杀人罪逮捕了 同时 警方也在白教授的家中 找到了她制造连环杀人案的证据 江燕心知道赵紫宇患有精神分裂症后 就对她进行催眠治疗 这才发现赵紫宇具有双重人格 而齐雪儿是她分裂出来的人格 齐雪儿为了完全控制赵紫宇 所以才帮助白教授一起进行连环杀人 以此来换取白教授的药丸 最终 赵紫宇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在一次探监中 白教授道出了实情 原来当年的江燕心 被刘烟明抛弃后怀恨在心 便利用白教授对她的好感 而对她进行催眠 促使白教授杀害了刘烟明 这也让白教授迷上了杀人的感觉 所以才造成了这一系列的连环杀人案 最终 江燕心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深表歉疚 于是打电话向警方自首了 爱成痴 心沉默 可怕的是 有的人知道 却甘心被利用 有的人终其所有在寻找 却始终走不出自己心魔的困有